聖誕節和女兒在家過兒人世界 除了吃牛扒之外, 喝龍蝦湯之外 還有一個鵝肝可以做一下 今次示範這個焦糖蘋果鵝肝 我們有兩塊的鵝肝 如果是急凍的鵝肝, 要預先解凍 20g的牛油 兩棵的芝士 大約四分一杯的Brandy 黑胡椒粉, 白胡椒粉 鹽, 一塊青蘋果, 一塊糖 趁砧板還沒濕, 先把芝士切碎 我們不需要芝士, 先把芝士切碎 稍後會用來上碟做裝飾 切好後, 用碟子放在一邊備用 下一步, 處理青蘋果 先把青蘋果清洗 然後把它削皮 如果找不到青蘋果的話 可以用正常蘋果 只不過青蘋果的味道比較清新 而且它比較酸 有酸酸甜甜的效果 吃鵝肝比較適合 因為鵝肝比較膩 我們把芝士切碎 然後把芝士切碎 然後放在一邊 也是一樣, 備用了 中火燒熱鍋, 放牛油 我們先煮熟 這道菜其實整個過程 不超過五分鐘 所以其實在家裡 吃下聖誕餐 是非常之方便 而且也不會太過臭 因為煎過過程不需要太久 我們把蘋果放在煮開的牛油 加一點鹽和胡椒粉 我們先煮一煮 煮多久 煮到蘋果 開始有點焦 有點軟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放4茶匙的糖 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就放3茶匙 不要太甜 4茶匙3茶匙 除了你 你要再甜一點 放多一點 其實4茶匙都很足夠 我們這部分 是想把糖 煮到焦焦 有焦糖的效果 我們一邊煮的時候 就把蘋果一邊 兜一下 讓蘋果吸入糖 和牛油的汁 相信這個過程 我想兩三分鐘 兩三分鐘左右 就完成了 我們兜到蘋果 開始有點黃黃的 而且你看到糖 開始收結的時候 就可以倒大約4杯左右 抱歉 4分1杯左右的蘋果 倒完之後 其實就要煮到 它的酒精揮發 你想它的過程快一點 和做出來的效果更香 你要點點火 應該用這個長柄的火機 但是我說懶 我用那些燒三文魚腩的火槍 就要燒一燒 都一樣 小心一點 不要燒到廚房 就行了 等酒精揮發完之後 大約30秒至1分鐘 其實它的火不再燒的時候 就代表酒精已經揮發了 這個時候 我們再兜一下 讓蘋果吸一吸 那些汁 其實這個時候 關火 我們就可以放在那邊 下一步 我們處理鵝肝 我們用一個平底鍋 我們放很少的油 其實是不想鵝肝 一有黏底的情況 你推去反去的時候 它會爛 其實鵝肝本身都很肥 不過我避免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放很少的油來煎它 煎多久就OK 其實煎在那邊 黃黃的 焦焦的的時候 就可以反去它 因為我出去喝幾杯酒之後 我打算很快 但是原來不夠火快 所以弄到有一邊 就燒了我一點 但不要緊 我還用麵給我補救 小心一點 讓它煎多久 煎到現在這樣 小小焦 黃黃的 其實就可以關火 我們上碟 我們上碟之後 我們就可以 把它假裝好 我們用一隻碟把蘋果鋪好 目的是要讓蘋果可以浪得起鵝肝 其實我之前做過一次 那個效果最好是用白色的碟 那個 contrast 比較漂亮 但我用白色碟用來裝牛扒 我們排好蘋果放鵝肝 加少許洋蔥碎 然後淋上蘋果焦糖汁 就可以上碟了 整個蘋果焦糖鵝肝就完成了 由於太簡單的關係 這次又沒什麼說 希望大家喜歡 聖誕前應該還有一兩條片會出 大家留意 下次見 拜拜